京东新百货 下面即将出场的是 偶叶 适可而止 以及王浩 王浩 怎么开心 怎么折的三星提醒 下一个上场的喜剧小队是 偶叶 适可而止和王浩 王浩 王浩 为什么选王浩 因为喜欢 长得帅 喜好 幽默 都是自己家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年一度 喜遇到赛第一季的参赛演员 王浩 你是拼车 糟了 真诚的浪漫气体 泄漏了 我们一起都喊得好 我们都喊得好 他们里边是有什么东西啊还是 走 来 赛 我们给你尖叫 还给你准备了女泡 超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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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听说你叫AKHAL 但我看出来是如此的 可笑 太尴尬 太尴尬了 你第一次见到偶叶什么感受 很可爱 很可爱 你说实话 很尴尬 很尴尬 相比其他五个诗歌诗姐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我有什么优势 我来的四十多 对 每天 兄弟们 不走 剪了就剪了 我得把剧本顺一顺 有点疼啊 反正就杀一杀 我觉得王浩世哥和我们的关系 就像是一个哥哥和一群弟弟妹妹们 就是一个可靠 就是一个安心 去年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有人兜着我 今年是不管怎么样 我要兜着这些弟弟妹妹们 对 因为他们压力很大 其实很大 又要操 又要记词 又要记调读又要干嘛的 我现在就觉得他们能把这些偶 赶工地给他做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然后我们还在做 好 好 各位 天赌 太辛苦了 大家 做我说今天早上六点 还有七个小时 对 我们刚又顺了一遍 好 浩哥 一直在带着我们 努力的排练 没错 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极限之夜 朋友们 欢迎来到一年一堆喜剧大赛 来吧 来 朋友们 咱们 从头蹚一遍调躲 加两个这个东 OK 蹬 蹬 因为前面的一个赛段 分数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这个赛段的 心平静和特别的多 我们现在已经不想进击的事了 但是 我们有信心做出一个好作品 我们的口号是 黎明之前最黑暗 放弃就是 大笨蛋 下一个作品是 南眠的夜晚 哇 王浩 我要去大学报到了 明天就走了 嗯 明天就走了 那你一路顺风 那你一路顺风 我中午坐船走 你不来码头送送我呀 我就不送你了 我送你干嘛呀 咱班就你一个人没考上大学 其他小学都报到去了 你又没事 我有事 我明天 明天我就发烧了 那行吧 你复读好好努力啊 我知道了 说题是人类进步的阶级 每次总是说这就行了 王浩 其实 从小到小 我知道 其实从小你就特烦我了 没事 明天你就报到了 你会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的 我不烦你了 我困了 我再见 明天咱就大学报到了 过两天我高四也报到了 同学们都上大学了 只有你们俩陪着我 他们是大学生 我还是一个高中 对啊 我是一个高中生啊 我正青春啊 对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好好睡觉 好好读书 不想她 睡觉 不想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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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上眼药来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你干嘛呢 大哥我表白呢 你表白你唱送别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放过一首 你走开 你个小学生那么凶呢 我不是小 我是高中生 我本来是大学生的 我哈哈哈哈 我 哈哈哈哈 好好睡觉 好好读书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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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都这么难受了 你还咬我 我跟你拼了我 你还咬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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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露電 完了 清醒了 更像他 不想睡覺 小曾小曾 我在 给我播一个浪漫点的音乐吧 好的 停 这歌还有这么暧昧的版本吗 你给我放个白噪音吧 好的 是大海啊 真漂亮 如果能去海边送送的的话 也挺好的 你们两个玩偶怎么活了 谁是玩偶 我是大黑胡子 乌贼 我是王八独子 海龟 这是我们的船 乌拉龟号 小子 把你最珍贵的东西交出来 我这来的也匆忙啊 我把这给你吧 黑镯子 那不是黑镯子 那是我带了十五年的五彩绳 大哥 这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都盘包浆了快扔了 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揪出来 我没有什么珍贵的 别打 别打 行了 我知道你们要什么 你干什么呢 这是我的初吻 很珍贵的 那也是我的初吻 打他 别打 别打 你别 你也咬我后脑海了 行了 你们搜 我真没什么东西了 拿了 什么呀 王浩同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你喜欢高耳机 我不喜欢高耳机 高耳机喜欢你 高耳机为什么喜欢我呀 那这是什么 那我一同学写给我的第一张纸条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还给他回了一张呢 放学一起去吃炸鸡 你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那没用的纸条就扔了吧 别扔啊 干什么呀你们俩 大哥 他跳得好深啊 不啊二弟 他是爱得好深啊 我的初吻 都给我弄湿了 你喜欢高耳机 我不喜欢高耳机 什么玩意儿 腾大哥脸 你干嘛呀 偷给我纸条干嘛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 我也有 放学一起去吃炸鸡 等会儿 那指头哪儿来了 我剪的 你在哪儿剪的 我在一个师妹的笔袋里剪的 那你不就是偷的吗 我觉得他是给我写的呀 这有点自作多情啊 我也给他回了一个 这有点自作主张了 这就制作出了一个横幅啊 我喜欢你 行行行行 这点太直白了 我爱你 这不更直白吗 你很了解他吗 我告诉你啊 他不喜欢你这么鲁莽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 他喜欢勇敢的 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 我要找他表白去 这种行为就叫鲁莽 那什么是勇敢的 勇敢就是 你喜欢他 但是你不跟他说 那你好勇敢 这叫什么话 我去鲁莽了 你上哪儿鲁莽去 你别抓着我呀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别抓着我呀 你不了解他 追 你放给我 你为什么阻止我去找他呀 你为什么要跟他表白啊 我不跟他表白 别人就会跟他表白 他在大学 这么招人喜欢吗 他可太抢手了 我爱你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别走 你别去啊 你别去 我别去啊 什么味道这么咸 是我的眼泪吗 欢迎来到深海酒吧 是海水啊 你这个高中生能进酒吧吗 虽然我是个高中生 但是我已经二十岁了 好 欢迎光临 里边请 李丁 老板 来一份刺身 没有刺身 老板 给我来个刺青 不会刺青 老板 给我来个刺猬 不玩乐队 老板 我后被刺闹 滚 不是 你这酒吧 什么也不提供 你开它干嘛呀 我们这个酒吧 是忘忧酒吧 今天是单身主题 祝我们单身快乐 你们都为什么单身呢 因为我的嘴太硬了 不承认我喜欢它 所以错过了它 因为它走的那天 我没有去送它 所以错过了它 因为我 不喜欢高耳机 你呢 你呢 言个意义上来说 我不是单身 但是你们猜怎么着 这么巧 我集合了你们所有的缺点 你活该 活该 对 老板 给我来一份糖 醋 还有剁椒 你等会儿 作为一条鱼 你要这些东西很危险 好 准备去咯 我不活了 我要爆炒自己 生烟自己 红烧自己 你先别红烧了 你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做了呀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有故事 有故事 你们好八卦 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 我们在一个池塘里 一起生活了十二年 我们约定 要一起月龙门 看看更广阔的世界 和 可是他跳过去了 我没有 那你不至于把自己做了吧 他不会明白我的心的 我们不是一个海里的鱼了 大海这么大想见 总能见到的吗 可是我胆小 我害怕他拒绝我 这鱼鳞刮到我了 但是总比你憋在肚子里 一辈子强吧 我 要记住啊 你们俩不要做红烧鱼头 你们俩要做情侣 情侣 你说得对 如果我不迈出那一步 就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你说得才对啊 不迈出那一步 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小鲨鱼 你先等一会 先等一会 他是什么物种 小鲨鱼 那你注意安全啊 为什么 因为爱情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 但你这儿格外危险 好了各位 这儿离路低有多远 三十海里 三十海里 明天中午之前我能游上去吗 你要干吗 我要去找他 你游不上去的 狂妄的海洋生物啊 太低估人类的运动能力了 三千了各位 我要走了 小鲨鱼 小鲨鱼 好 只有十五年 一年 你会跟那儿 先走 你去哪儿 我今天见到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冯浩 你不是发烧不来送我吗 我 我康复了 然后 他们想来送你 这 不是咱俩一块抓的娃娃吗 对啊 那 送完了 我上船了 我有话对你说 我也有话对你说 那你先说 你先说 我想说 你等我 其实我也是从小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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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我给他 对 对 让开 我喜欢你 我高尔茜 书籍是人类 金木特杰提 海比 沈 你先看我 3 5 5 3 3 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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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给这个作品投票 3 2 1 一个人演出一段爱情 真的 挺厉害的 来来来 让我们有请演员 好 可爱可爱 可爱 一会儿后台去领钱 王浩 我刚才说你还 你还挺憋屈的 没有对手戏是这个感觉 对 这个前面有点像独角戏 所以挺难演的 因为之前也没演过 但是演完这个以后 就更佩服这个李逗逗同学 就真的不容易 真的太难演了 不是史册没跟你搭 他是那个另一个队伍的帮帮 对 是对手 什么心情 没什么心情 就是好好演 大家都好好演 没什么心情演了是吗 本来要有几个话音什么想找老史录来着 然后后来发现不太合适 然后就没用上 那刚刚那个女孩声音不是史册吗 不是 是我们的那个表演指导 那个不是史册啊 但是你看神奇就在于我这就应该是所有人都觉得是史册吧 对 我觉得这就是心里的那种暗示 对 有一个女孩跟她说话 咱们都会脑子跟就是说 马上就想到是那个女孩固定的一个形象 对 王浩 这个作品你跟着掺和了吗 掺和了一些吧 就是编剧里面 对 就是提提意见 没有王浩石哥给予了我们特别多的建议 然后就是对 不是 咱们看完分再说 对 分高就是提了 分低就是你们没听 你们没听 但我还觉得就不是说那王浩当然很厉害 我还觉得他们这些偶叶的小朋友们越来越紧凑了 就他们以前演的就任何一个道具任何一个包袱都不舍得 就全堆在台上 今天你看明显是被人删过的 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但明显有人删过就特别紧凑 特别好 我上次来探班的时候 跟他们学了一下做这个道具 这个鱼就是黄渤老师 真像 这按你做的 别说脸色还是挺像的 这个就是 就是 黄渤老师制作的 黄渤老师你刚帮忙做的 对 你还帮忙做的 你还帮忙做的 我 老师可以先一圈拿下来 然后再 然后反正往回贴 从这儿开始压 随随随随随随随 他们有点难是 其实在排练完整之前 要先把这些东西先做出来 所以说故事并没有编完 没有故事你怎么知道编要做什么 这就难 所以说那时间就不成了 时间就不够了 其实就是他们挺不容易的 这个不是卖彩或者咋的 就是 如果人演的话 你这版剧本写 然后也没买到剧也没干嘛 梁子该推推 然后我们就换梁子 然后他们是已经做出来了 起码偶没法换了 就变成了一个半病题作文 就自己给自己框住了 然后还得把那么多用上 就必须到海里去一趟 对 因为也很难在其他地方 碰着这些东西 偶叶是第几回上台了 这一季 第四回 喜欢这个舞台吗 喜欢 我太喜欢了 喜欢 超级喜欢 反正这个舞台肯定是 越来越喜欢你们了 真的是进步特别大 我真的是太佩服了 咱们呸呸呸 但是 如果这真的是你们 最后一次 站在这个舞台上的话 有什么 有什么要 感受 就是 还有 孩子给说哭了 你看看 没有 你看 难受了吧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他不是难受 就是因为我们这四个赛段 其实过程是比较艰难的 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个喜剧大赛这个舞台 能够让我们去传递这个偶剧 能让观众知道什么是偶剧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感谢的 对 一世雨你怎么哭得比那个偶还难看 你说说你怎么了 不是就是因为他 不是就是因为他 我们要上台说再见的时候 一时宇在底下 他在后台对着高盛 对着我狂哭 他一直在摸眼泪 要说等一下 你看一下上面 咱们等一会要上去了 然后我们四个在后边 底声息就已经绷不住了 因为我们想着最后说了 说了那么多声再见 因为我们想着最后说了 总有一声是说给这个舞台来的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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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鱼头骨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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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这孩子们真是 再见不是还能再见到吗 对吧 也还是其实很美好的 他们把我都给弄难受了 因为我是一起去跟着看过来的 所以我对这个舞台 对你们每个选手 每个孩子都是有感情的 我就是好羡慕他们 在这个年纪有这样一番经历 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那东西 你们慢慢都还会经历到 但是我们当中不是 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经历过你们的这种 站在舞台上的这个感受 我们还想说就是 我们想感谢各位帮助过我们的人 然后特别想感谢我们的胡万峰老师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是我不能放手 因为他们还是一群孩子 我这个时候 我应该站在他们身后 我觉得非常感动 谢谢胡老师 好 来看一下分数 それで会分数 好 还好 我们能被吹起两三个毛组 然后我们来表演我们的洁连 我们来表演我们来表演说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总分是9700分 好 那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加油